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证件会将于8号登场 蔡英文赖清德阵营双方代表3号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达成所谓四部共识 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共识 而且您觉得这一场证件会 谁的赢面可能会大一点 你现在看到的蔡英文和赖清德 两个人这场的证件会 因为他不是辩论他证件会 比较像是个言而至了 那两个人不交火 第二个你从他们在中央党部 所达成的所谓的四部共识 你看那个四部共识之后 你更知道这场的所谓的证件会 不会有什么火花 因为基本上彼此都有一个顾虑 就是不希望在这场的证件会当中 很强烈的去伤害到 就是说彼此之间的那种 好不容易形成的某种的默契 毕竟这场的证件会之后 在过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民调结果就决定了 那民调结果就决定了 不管是谁出现 那都必须要带领民进党 要走向2020 如果在证件会当中 大家杀伐之气太重破坏了互信 对任何一个 胜选者来讲都不好 重点是这两个人都认为自己会胜选 因为两个人都认为自己会胜选 所以就不会有那种觉得 有一方觉得自己反正已经是一定输的 所以会出险招 不会有人出险招 基本上面大概都会在一定的框架里面 那做这种非常的各言而知识的问答 你看他们达成了四步 你就知道了 好 他就要告诉你 就是说他彼此之间的形成一种恐怖平衡 就是你不要出一些的怪招 那我也不会出什么怪招 那党中央就扮演一个 扮演一个所谓裁判的角色 希望这场的证监会能够平和进行 民进党没有辩论会 那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看头 本来的两场的证监会 现在也说到只剩一场 那一场之后呢 在六天之后就要做民调 证监会之后的六天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它连发酵的时间都不够 所以对这场的证监会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我也不认为它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民调的结果 但是民调的结果今天就已经定了 面会定了 基本上车子 我先给你 我们下车子